哈囉大家好 我是肉肉 新陣子釋出的真格模式區 卡樓與虎篇 今天來分享蛤蜊篇 蛤蜊模式應該是所有模式裡面最不好打的一個 雖然它的重點就是投進蛤蜊 但是因為需要蒐集、配合隊友、投球 有很多因素設置其中 所以相對來說難度也比較高 從二代開始就不算是熱門的模式 但其實只要了解各種方法 或許你也可以重新喜歡上蛤蜊模式 事不宜遲我們趕快來跟大家分享吧 如果覺得我們頻道的影片不錯的話 歡迎訂閱我們開啟小鈴鐺 或是加入肉鋪會員成為肉園來支持肉肉 如果覺得廢話太多 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級感謝來支持我們唷 好吧 先來說說模式規則 第一 朝向敵人的球門將蛤蜊投入其中 蛤蜊模式是將散落於地圖各地的蛤蜊收集起來 然後投入敵方球門的一個模式 將蛤蜊投入球門 技術將會減少 這個技術減少的多寡將是成敗的關鍵 1-1 技術歸零的一方即為完勝 1-蛤蜊將敵方球門投入之後技術歸零的話 即便比賽還有勝也會直接判定我方為完勝比賽結束 反之亦然 1-2 比賽時間結束技術較少的一方獲勝 無論是哪一隊都沒有在完勝的情況下 經過比賽時間5分鐘後技術較少的一方將獲得順利 2-散落搜集各地的蛤蜊 蛤蜊是會在地圖上的固定位置以隨機的方式出現 經過一段時間之後蛤蜊會再次隨機出現 如果蛤蜊出現的位置上有我方的墨水 在小地圖上可以看到有光點標示位置 這樣就很方便可以知道蛤蜊現在生成的位置 2-1 被敵人擊殺時會掉出一半的蛤蜊樹 在持有蛤蜊的同時被敵方擊殺的話 身上的蛤蜊會掉到地上 掉出來的蛤蜊樹會是身上有的半樹 小數點一下去除不算 然而這些掉出來的蛤蜊或是大球 在經過一定時間後會消失 所以記得要趕快回收回來 然而敵人的大球如果掉了 我方當然是沒有辦法撿的啦 所以在消失之前可以埋伏將...想把大球撿回來的敵人擊殺 第三點 球門沒打開時是無法投入蛤蜊的 球門在打開之前是被包住的 所以新手朋友們千萬不要拿小顆的蛤蜊去丟 他會彈回來這樣很久 將小蛤蜊收集到8顆以後 他就會變成一顆大球 此時這個大球就可以投向球門 將球門打開 打開過後就可以看到很多網子袋子 這個裡面有很多蛤蜊並且發光 此時就可以開始投小蛤蜊啦 3-1 真格蛤蜊跟蛤蜊的樣子其實不一樣 雖然這看起來好像很理所當然 但我相信一定還是有新手朋友不太清楚 我們說的蛤蜊就是場上一小顆的小蛤蜊 這個散落在地圖上的 那球門沒打開的時候是沒辦法投進去的 一顆小蛤蜊可以減少3分的技術 然後真格蛤蜊就是我們俗稱的大球 需要8顆蛤蜊才可以做成 這個大球它是不可逆的 不可以拆開 可以將球門打開 一顆大球會減少20技術 持有者戴著的時候 它跟魚虎一樣會發光 小地圖跟戰場上也會看到 有很明顯 標示 4-球門打開時投入蛤蜊的機會 將敵方球門打開以後 會有一個機會時間可以投球 這個期間 將蛤蜊或是新的大球 重複投入球門中 剩餘的時間都會補充 如果這個時間內沒有持續投球 球門就會關起來 所以在球門打開時持續投球會是關鍵 5-以復仇時間來對應減少的技術 在進攻方投進球 結束投球的時間過後 球門關起來會給予進球技術的一半 作為復仇時間加在網方的技術下方 寫著加多少加多少這樣 這個部分是隔離模式的平衡機制 所以下一次再進攻 會先以復仇分數優先扣完 才會繼續扣原本的技術 6-持有蛤蜊時 SP蓄力值會自動增加 隔離模式同樣在有特殊條件下 會自動增加SP蓄力值的狀況 我方隊友有人持有真格隔離 也就是大球 又或是我方落後時 雙方沒有人持有大球的情況下 在上述的兩個條件中 任一個有滿足我方的全員 都會稍少自動增加SP蓄力值 但在這兩個條件內相較之下 第一個比較容易達成 所以想要累積SP來做進攻的朋友 可以記得這一個方式 第七點 比賽結束時的逆轉機會時間 當比賽結束時 落後方會擁有一個時間機會 來逆轉進入延長賽 為了能夠順利逆轉或是防守 雙方都要熟記以下的條件 7-1 延長賽的進入條件 在時間結束時 只要滿足下其中一個條件 就可以進入延長賽 第一點 在場上落後方擁有至少一顆大球 第二點 落後方正在投球的機會時間中 也就是正在投球的狀態 第三點 雙方都沒有人進過球 技術都是100 在這個狀況下 會維持3分鐘的延長賽 以上三點就是進入延長賽的條件 7-2 延長賽結束的條件 在延長賽中 只要滿足以下其中一個 第一點 在場上落後方沒有擁有至少一顆大球 第二點 落後方在投球的機會時間內沒有持續投球 在球門關閉之後 第三點 落後方投球的機會時間結束 以上三點 任意的滿足就會結束延長賽 那麼 第八點 投止咳壁的方式 當你身上持有蛤蜊的時候 你可以按下A鍵或是L鍵 就可以將蛤蜊丟出啦 8-1 朝向球門投擲蛤蜊 當球門還沒投入大球時 是無法投擲小蛤蜊的 這個我們前面有提到 所以當今天投擲一顆大球 也就是8顆小蛤蜊集成的大球之後 當球門打開 此時就可以開始陸續投擲小蛤蜊啦 8-2 投擲蛤蜊時 請確實靠近 蛤蜊的投擲距離 其實比你想像中還要短 那麼到底多遠可以投擲到呢 大家可以仔細發現 球門附近其實有一個凸起來的小台座 基本上以小台座的位置為基準 都可以投進球門 投擲小蛤蜊的時候 也要看清楚方向 丟的時候會有像腹器一樣的拋物線可以參考 可別丟歪肉包 那就有一點球啦 第九點 真格蛤蜊畫面 由於蛤蜊模式的元素實在太多了 這裡也要特別跟大家介紹一下畫面上有的東西 第一個 這個是最小的蛤蜊 那第二個呢 這個是真格蛤蜊 也就是8顆小蛤蜊集成的大球 第三個 球門有分打開狀態與關閉狀態 第四個 這個當然是越低越好 第五個 投球的機會時間 倒數結束就會關閉球門 第六點 我方全體的蛤蜊總數 另一邊呢 就是敵方全體的 當敵方的蛤蜊數越多的時候 數字就會變大 這個很重要 要留意一下 第七個 是自己身上持有的蛤蜊數 第八個 是隊友身上的蛤蜊數 在球門附近 如果看到隊友身上的數量偏多 記得傳球給他 讓他集成大球 第十點 蛤蜊模式的戰略意識 十之一 收集蛤蜊的意識 蛤蜊模式的勝利條件是 將蛤蜊投入敵門的球門 那減少的技術越多 就會獲勝 所以首當其中 要收集蛤蜊是非常重要的 在移動的過程中 如果有發現蛤蜊 記得一定要撿起來 十之二 抵達球門前的戰略意識 十之二之一 人數優劣的判斷 儀寡擊中呢 這個真的是不管在哪一個模式 都是不可行的 基本上風險或高 很容易判定為自殺行為 所以首先收集好蛤蜊 等待隊友將人數優勢製造出來後 再一起進攻會是比較好的方法 十之二之二 當心敵人在身後突襲 如果要是過度存在進攻的儀式 而忽略掉中後段的放手 那很有可能遭到敵人的繞背突襲 所以一定要看一下小地圖 是否在我方的墨水中 開始有敵方的墨水擴張 然而在畫面上 敵方所持有的蛤蜊數變多 這個時候就要小心戒備啦 十之二之三 在敵方球門附近做好 大球在進攻 身上持有大球的話呢 是會發光並且突入自己的位置 所以說蛤蜊模式的戰略技巧之一 就會建議再來帶上7加1顆球 第一個做法呢 就是身上帶7顆小蛤蜊 然後眼前有一顆小蛤蜊 往前丟一顆 然後再有 再往前丟一顆 直到靠近大門的時候 再把大球做成 這麼以來 就可以防止敵人提早發現大球 十之二之四 保護好持有大球的人 當我方人員持有大球時 一定會強烈遭受對方的攻擊 這個時候保護好隊友 以及幫他們把頭球前的路線圖好 或是擊殺敵人 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合作進攻 十之三 在進球後的戰略意識 十之三之一 為了可以投入蛤蜊 使用SP吧 在將蛤蜊投入球門時 其實有一段小空檔 那這個時候呢 其實非常容易被擊倒 作為對應 SP這個時候就可以開出來 保護隊友 讓隊友可以在這個時間點 持續的進攻 十之三之二 將蛤蜊傳給隊友做成大球 有時候隊友已經先在球門附近了 但自己可能位處高低差 沒有辦法馬上前往 這個時候記得要把蛤蜊丟給隊友 讓他們可以擊成大球 或是持續丟小蛤蜊進攻 十之三之四 在投球的時間機會裡面 持續的進攻 當隊友在投球時間進攻的時候 記得也要在前線幫忙支援 無論是收集蛤蜊 保護隊友 由於在進攻的時候 機會時間只要投入 蛤蜊就會補充 所以當我方優勢大的時候 千萬不要固守在家裡的球門 讓前線少一名隊員 蛤蜊模式的持續進攻 才是勝利的重要關鍵 十之三之五 推過頭時可以利用超級跳躍回歸 有時候我們為了持續進攻 可能會強壓進入敵方陣營 當情況不妙時 可以快速使用超級跳躍 往中後段的隊友跳 這樣可以即時做回歸防守 或是再次進攻 反之 如果我們今天被強攻 就不建議超級跳躍啦 因為風險過高 很有可能會送頭 第十一點 蛤蜊模式的防守戰略意識 十一之一 敵方的蛤蜊數較多十的防守意識 在畫面上方的技術的左右側 有寫著雙方隊伍所持有的總蛤蜊數 當對方的數量很多的時候 這個時候對戰就要切換一下啦 要嚴防 對方打開球門之後的一大波進攻 十一之二 被進攻時的防守事項 十一之二之一 小地圖的鎖敵 當敵人開始進攻的時候 在小地圖上 把握敵人的位置是最重要的 如果忽略掉準備進攻的敵人 讓他們打開球門又順勢使用SP 做一連串的進攻 那麼對於該局的反攻難度 將會大大的提升 然而大家也會往身上有大球的人 進行超級跳躍來連續進攻 所以一定要非常留意進攻敵人的動向 十一之二之二 在球門前的高處來確認敵人的動向 在敵人進到自家前 在安全的情況下 可以在高處確認敵人進攻的路線 此時相對的也會比較容易做防守 在敵人靠近之前 先將防守點站下 持續給予壓力阻止對方進攻 十一之二之三 不要吝嗇SP的使用 當敵人已經要進到家裡來的時候 不要吝嗇使用 SP做防守 由於SP單體的威力都很強大 配合隊友的節奏 同時使用可以有效的阻止敵方的連續進攻 所以適時的使用SP將會是重大的關鍵 第十二點 被進球時的防守事項 十二之一一個不留的將敵人殺光吧 在防守的時候 敵人是一個都不能留了 由於只要疏忽掉一個人 如果他先蹲在家裡 敵方隊友就會超級跳過來 這個時候只要偷偷補充一顆蛤蜊 就可以爭取更多的機會時間 所以當被進球的時候 我方這類的敵人是要全面性的擊殺 十二之二 在敵方的機會時間中的防禦 由於在敵方的機會時間中 我方是無法投球的 所以千萬千萬千萬不要帶著球 蹲在對方家裡 我們無法保證隊友能以寡擊中 所以當敵方的機會時間還沒消失之前 千萬要專注於我方陣營的防守 嚴防對方讓機會時間增加 十二之三 機會時間結束過後的復仇球 當敵方的機會時間結束過後 我方的球門下會奪出一顆大球 這個就是作為反擊用的復仇球 這是一個逆轉的關鍵用大球 當擊殺完敵人過後 我方人員帶著各自的蛤蜊 抓準好時機一舉逆轉進攻 此時復仇球就非常的重要 這裡要提醒大家 每次被進球的時候都會有一顆復仇球 但如果前一顆復仇球沒有先撿起來 那麼後面的復仇球就將不會出現 即便是遭受強力的壓制 還是要記得當球門關閉前 要先把復仇球撿起來 不然會少掉很多逆轉的機會 好 第三點是我肉肉撕心的建議 第一個 復仇球的時機 復仇球的時機其實非常微妙 而且一旦撿起來就沒辦法再插回地上了 所以大家要謹慎思考時機 通常建議是陣王剛復活 同時隊友剛剛才把敵方球門打開 可以進行有效的進攻的時候 不過也要留意 投球的時機會時間是不是已經結束了 我自己就很常帶著球飛過去 然後球門也關起來最後球會掉了 所以到底什麼時候可以撿起復仇球使用 在戰場上如何配合隊友的節奏進攻 會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第二點 持續的combo攻擊 格力模式最重要的進攻其實不是禁單一顆大球 大球雖然有20分 但它主要的作用是打開球門 開門之後的持續進攻才是最重要的 一旦球門關閉 對方也會有復仇球也一樣是20分 所以如果整波進攻只禁了一顆大球 基本上是非常虧的 因為對方可以現成撿到一顆大球作為反擊 所以說把握住身上的格力術 與隊友搭配進行強大的攻擊才是最重要的 第三點 撿格力是重點 格力模式的重點就是要投格力 那麼身上沒帶幾顆怎麼行呢? 出動時把家裡附近的格力撿完非常重要 由於格力模式是全模式中自由度最高的模式 所以會有不少人偷偷帶七顆 剛好你家裡有一顆就是順勢進攻 導致戰線大亂最後被一波投到爆 所以不論何時身邊只要有格力就順手撿起來 救救沒格力的隊友 既可以避免被偷的風險 又可以在推進的過程中順勢投一波 第四點 小地圖一定要看大球 大球在收集到的時候身上會有很明顯的標示 同時也一定要看小地圖 留意一下隊友或是敵人帶著大球要往哪跑 格力模式最忌諱的也就是沒發現敵人的動向 然後被大打一波 第五點 留意地圖的路線 每張地圖其實都有些路線是平常不會走的 但格力模式又是可以偷偷跑的路線 在散步模式中好好摸透可以進攻 以及防守的路線才能讓你比對方更早一步進攻 第六點 大球的視線攻擊 大球在身上雖然發光 但丟出去的時候其實是一個滿大視線的東西 我曾經看過不少高端的操作 會把大球多丟出去 混淆地圖的視線藉此進攻或是逃脫 雖然對我來說太高端的操作 但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試試看 第七點 大球本身是可以小徒弟的 當你把大球丟出去落地的時候 地板會有一點我方的墨水 我也曾經看過高端玩家 神不知鬼不覺運送大球跳入墨水中頭 希望有招意識我也可以使用這招 第八點 留意隊友動向飛 這一點在格力模式十分重要 隊友的動向向也是無法預測的 所以有些隊友習慣性深入敵音 這個時候我們自己要養成看小地圖的習慣 聽到隊友呼喊甚至看到隊友已經可以在投球的範圍 馬上帶球飛直接進攻一波 這也是格力模式常見的進攻方法 切記開小地圖來看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學習技巧之一 第十點 雙方格力樹 位於上方有顯示雙方的格力總數 這個在前面有提過 但我還是要再貼心提醒大家 適時的要瞄一下 看一下敵人的總數有多少 如果數量不足一顆大球 此時可以先去收集格力配合隊友做進攻 如果數量過多 此時在戰場上可以做埋伏擊殺 或是累積好SP做防守 格力模式的節奏很快 變化很多 要多加留意各個地方的小機械 才能慢慢增加勝率 第十一點 投球的特殊位置 格力的投球位置除了凸起來的這個小山丘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地方很特別的位置可以投到 只要在拋物線可以抵達的地方 都可以投進球 這個我們日後再詳盡分享 讓大家知道各種不一樣的地圖上面的位置 第十一點 大球小球的投直距離不一樣 大球有8顆格力製成 所以本身比較重 投直的範圍比較短 所以基本上就是小山丘的距離 超過就會得不近 但是小隔離就不一樣了 因為比較輕 所以再遠一點的地方就可以投了 這個大家可以在散步模式之中感受一下 第十三點 善用呼叫隊友 在格力的戰場上不免會有自己周圍十分安全的情況 當自己處於絕對優勢時 當隊友可能還在中場沒有感受到 這個時候一定要狂按來這裡 讓隊友知道可以進攻啦 但切記 不要叫隊友來 然後身上有沒球 又或是叫來 然後隊友被殺死 亦或是站在跳點沒辦法投球的地方 這幾件事情我都做過了 我很對不起隊友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重蹈覆轍 看準幾乎是沒有問題的時候 再喊隊友進攻一波吧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格力片啦 最後還是要跟大家說 開開心心玩樂 不要過度苛責難過 祝大家格力的路上順順利利 我們之後還會陸續推出 其他模式不一樣的詳解 請大家一定要繼續支持我們 如果大家覺得影片不錯 請給我們一個讚作為支持 留言分享你的心得及建議 感謝大家收看四普拉小教室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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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